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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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母會互相殘殺 居然會斷位求生 鬼缸的水母究竟是什麼水母 斷掉了居然不是頭 那就開始見主題 從零開始養 水母篇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屈波 在我身旁就是人稱水母花美男 川哥 沒有啦 是水母大叔啦 沒有 不是花美男 水母又稱作什麼 在我們東港那邊叫 就是漁夫的說法 水母究竟是怎樣的生物呢 95%是有水組成 水母存在數一年比恐龍還早出現 從深海到淺海世界各地都有各種水母 而水母只是一個廣義的稱呼 它是無脊椎動物 無骨無腦 無血無心臟 水母的英文是Jellyfish 但它並不是Fish 現在科學家已經用Sea Jellies這個總稱 來釐清混亂 水母中間有一層叫中礁層 你摸到水母全身都黏黏的黏黏的 水母就是營養液 而這個營養液是國外的學者研究 它是抗癌一個很厲害的物質 所以是要拿來這樣直接把它吸引 水母吸引 當然不行啦 像礦面這種水母是可以煮湯的 對 它是本身很營養 水母本身是赤胞生物 海葵 珊瑚這些都是 它也會排放赤細胞在水裡面 就是一直不停的在射出來嗎 對對對 赤細胞是一種攻擊及防衛性細胞 晚點講到毒性的時候會解釋 總共有多少種水母呢 目前國外的文獻是總共有200多種 但是我涉獵的通常都是屬於 台灣沿海的水母居多 所以將近10種左右 最大的水母大概多大 這個最大的水母是獅中水母 它的觸角可以拉到20幾公尺 就是海刺類的 它的名稱就來自於 有多熱場類似獅子棕毛的觸手 目前最長可以到37公尺 比藍金體長還長的觸手 也讓獅中水母成為了 目前已知 世界上體長最長的動物之一 所以那個水母它這樣子 鋪在地上 我跑過去要跑50秒這樣子 跑到第三秒你可能就中毒死掉了 因為那個很毒 水母的歷史 其實水母早期在本草乾木就有記載 水母是可以歷乾歷尿 當初它到底是怎麼發現這件事情 早期中國沿海也是有水母 當地的漁夫把水母拿來曬乾 然後曬乾之後他們發現 有些是可以用藥營 其實我們現在都有吃啊 我們現在不是吃那海蛇皮就是啊 我家裡面有一隻 為了你們我千天定人 川哥是要當場把它弄成海蛇皮這樣 你們可以現場生吃 真的假的啦 這是水母牆 對這個目前是整個 從台北以下 除了X8以外 最大的水母牆 就是它三座 加起來也是最多的 這個是嘉義的那個Lady House 當初請我下去做的 然後我們總共 對然後總共有四種水母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這個海越水母 也是我最早接觸的水母 它這個是半球形的 我們一般水母分成半球形跟球形 那海越水母你看它的那個 胃囊裡面喔 這樣四個馬蹄 其實我們也說 它是水中的幸運草 它吃完之後會像幸運草這樣 吃完之後像幸運草是什麼 吃完之後像幸運草是什麼 沒有沒有 吃完無節之後身體會變紅 就變成紅色幸運草 巨紅色就是它吃的食物 那是浮游生物 風年蝦的幼蟲 我們叫無節 你會拿兩隻水母然後那邊勾嗎 外圍是它的精子跟卵子 它的性腺體 因為它生物構造是比較簡單的 然後有些時候 你們仔細看 會有一種寄生的 一條一條的嗎 對對對 很像海星的有沒有 這個不是海星喔 這個我們那邊叫海蛇 很容易寄生在海月上面 然後共生 室友 上面這有在幹嘛 這個就是狀態比較不好的時候 它會翻閃 就是颱風天我們最常看到的 為什麼會 有些時候體質比較弱的 還是多少會 然後你看它們口腕有四隻腳 像觸鬚的東西 對對對 然後它周圍的地方 還是有鬚鬚 也是它的觸手 那個都會捕食 好像流蘇 然後你養越久 它中間那個口腕 因為它為了要吃更多 它會越拉越長 然後海月水母是日本公認 最符合人的心臟頻率的 所以他們在一些身心醫療上面 他們會特別養海月 給那些患者 來看是不是 對對對 看著看著就是心平氣和一樣 對對對 尤其是晚上看你會很近 那心慾不整的不能看 心慾不整反而要看 會變得比較規律一點 這個大小差那麼多是不是 同一時間撈的 只是在野外它吃的比較多 它就長得很快 然後吃的比較少就長得慢 而且它提醒在於 它吃多吃 對對對 就像我跟它一樣 一個那麼高我那麼低 現在來到第二種水母 好 這是我們第二牆混氧的 這邊一樣是海月 只是這是比較小一點的 然後底下我們混氧的是 倒立水母 你看它是變過來的 反過來的 它太太漂亮了吧 它其實很像那個珊瑚 然後它會行光的作用 所以必須要打燈 正常有顏色的 就是它共生藻 共生藻會分泌熱量給它 然後它就會有能量 但如果共生藻 你沒有讓它曬太陽 共生藻退下去之後 它會變白 它變白之後就不健康了 這種就比較有毒性 高雄一個地方叫林園 然後上面有一個公園 就是直接一到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這種倒立水母 很多 整個滿滿都是 然後時間到又沒了 它在野外 通常是只出現在冬天的時候 然後夏天就沒了 因為夏天下雨很多 它很怕水很淡 很容易就死掉 它很少撐過梅雨季幾 這樣這邊是幾隻 一坨應該是 七八隻 這最大可以到二三十公分 這麼大 哇 這個是第三種的嗎 這是第三種跟第四種 這邊有兩種 這個是海刺竿 這個可以拉好幾公尺 它體盤可以快到七八十公分 然後護膚可以拉好幾公尺以上 你看體盤這麼小 這已經拉很長了 有沒有看到 它這是水母界的名模 對 這個是大概有三十五頭身 對 這種毒性很強 在野外如果看到蓄性很長 千萬不要隨便用手去摸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 體盤那邊有雷絲格的 這個叫印尼海刺 雷絲格是什麼 就是那個紅色有沒有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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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仔細看它其實很像雷絲的感覺 我們看看後面那兩顆 四周圍沒有那一格一格的 這個叫做天草 然後天草也有 比較偏 桃紅色跟比較偏白的 那這種東西 在野外他們喜歡吃 比較大型的魚 它其他水母都吃 它吃其他水母 它吃其他水母 這種海刺類的就是 它為什麼叫海刺 因為它這個口罐上面 很多刀刺 你如果手稍微摸到 它會馬上黏住 因為它們有沒有碰觸到之後 不同的會互相捲曲 然後好像感覺要互相搶食 但是到最後它們又會分開 它們會打結嗎 會 打結它怎麼分開 有水流它還是會慢慢自己分開 但如果打結打得太嚴重 到時候它們會斷尾求生 自動斷掉 斷掉之後它們又會再長 這個是蠻酷的 當我開始養到這個之後才發現 原來海刺它們也可以混量 會不會是因為你認錯的關係 對 因為我認錯 所以才混量成功 不然我會不會去試 像這一隻你看就比較偏金色的 跟剛才的那個紅色跟白色又不太一樣 它突然變好短 只是暫時縮起來 它拉的時候還是可以拉得超長 它受到驚嚇的時候它會丟開 變好長喔 對 變好長喔 然後又拉長了 這個壽命會比較長 這個可能兩三年都可以 可以長得越大的通常可以越久 你看它已經有打結了有沒有 怎麼會打結 好笑欸 它們現在在等三缺一 也是有可能 這一次已經過去了 你看它現在已經慢慢開了 慢慢開了 這個畫面比較少看到 等多久 等個幾分鐘應該 我看它另外一隻已經快要開了 但是好像 好像又跟一隻合在一起了 另外一隻也加入戰局了 試試看在幹嘛 這個情形就是 比較容易遇到是 你餵食大一點的食物的時候 它們比較容易有這種情形 大家去搶 現在這個是 但是 也不知道為何 那一個 他們可能心情不好 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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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瞬間都開了 哇 這個畫面很難得 所以養這種水母 一定空間要夠大 價格我後面講 我當初是 一剛 就是我們的配管 那些都很特別 那是冷卻機 變品的抽水馬達 然後陶瓷環 那些還有 那是過濾的嗎 對 水母你過濾系統要很好 這是蛋白除沒 你水質比較髒的時候 這裡就會 比較多一點的泡泡 這樣水質就會變好 上面其實有水槍 總共是八孔的水流 就是說你要水母怎麼流 你就調這個 這樣當初我也是調很久 才調海次鋼 才調到這個最適合 它們不會打結 不然你如果水流不對 有些時候它們也會打結 水母鋼的設計其實 還蠻難的 比較專業模式的水母鋼 其實是技術性很高 然後要看你養什麼水母 如果你養比較簡單的海月水母 就不需要什麼技術 非常老派的時空移動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川哥家 旁邊就是川哥養的 我們介紹第五種 這個馬賽克水母 國外進口的 它是有什麼不能看到的地方 水被打麻 它其實又叫彩色水母 他之前認為就是非常好養的水母 而且它又超漂亮 征受國內外人的喜歡 但是這一批是因為 我們上禮拜進口進來 健康度不夠 現在還在調養 怎麼看它的狀況 怎麼看它的狀況 看它游泳的方式 看這支游泳這樣抽搐 懂了懂了懂了 就是代表它狀況不是那麼好 你看一般的水母 要像這樣有推進的感覺 沒有像這樣推進 這樣才算健康的 因為這一批上禮拜進口進來之後 是蠻多的 因為國外打包的方式 它們為了省運費 一顆一點點水 它其實是不太行的 所以我們也是把它搶救到 其實目前狀況已經慢慢穩定 這很適合欣賞 真的 它模糊喔 對 然後身體比較短胖 比較可愛 Q版 那它超頂多會長 頂多就差不多一年 它價格多少錢 價格Lenge蠻大的 外面也有人在賣250 300都有 這個可以長到超大 體盤2、30公分 這麼大一K 然後這個是非常稀有 這叫紅十字水母 你看它 身材像一個十字有沒有 真的耶 所以它們很會募款嗎 謝謝 不要亂說了 很漂亮 而且它是水中的櫻花 好會形容 對 然後它的個體 你看也有不同的表現 有些是比較偏白 有些是比較偏紅 在比較偏紅的 也有人叫它寫紅十字 這個很稀有 它如果要進來台灣 進不來 那川普哥怎麼讓它進來 我這是在台灣野採的 因為我主要是做野採 然後它是隨著洋流漂到台灣 然後它在國外的地域很窄 因為這隻水母很特別 它的手感 是所有水母裡面最軟的 就是 像隨時都會碎掉的感覺 但是它很好養 它是馬賽克的近親 最好養的球狀就是 馬賽克跟這個紅十字 半球狀理論上都是 比較好養 球狀比較難 但是 這兩種是例外 它瘦命多長 最多都到一年 有些不會照顧的 可能幾天就養生了 太快了吧 再來我們看這個是 斑彩 你看它身上都是會有那個斑 這個斑彩下面帶有紫色的感覺 但是這種一直很毒 我手下就是 然後很癢很癢 那個就是毒性很強 帥哥也是用手下去試它的毒 對 是水母神龍試嗎 因為很多文獻它是沒有記載 它也不知道它到底讀不讀 當然我們不鼓勵消費者這樣做 遇到很毒怎麼辦 不會啊 我最毒的其實是海刺類 球狀的其實基本上都還好 這個會麻刺 好 然後這個是公的 公的那個你看它新鮮體是藍色的 然後母的新鮮體是白色的 大部分的水母都這樣 這個差不多一顆兩三百塊 大哥一點的可能就四百 這個看起來好吃 不好意思 這個不能吃 它都有毒了 那這個是斑邊水母 比較沒什麼顏色 它也是唯獨 就是兩三百塊 這個台灣都會大量出現 像前一陣子台南的遊艇港 大量出現那個水母 就是那一個斑邊 今天到貨的那個 我們在吃的海澤 它可以到超大 但是它價格很貴喔 這個一隻七八百塊 哇 海澤皮這麼貴嗎 我的還貴死的就不貴了 然後這一缸是混氧缸 就是說 真的很混 就是海月啦 然後彩色啦 紅十字啊 就給它混在一起 因為基本上這些都 偏向無毒的 就可以混了 其實有毒性的 你給它小顆一點 你無毒的大顆 基本上這樣還可以混 但是這個還不一定說 每個人都混得成 因為這也關係著水體啊 你要混氧 最少水體要超過十公升以上 就是比較可以稀釋它的毒性 這樣會比較好 這剛裡面很小隻的 這三顆是荷包蛋 它樣子長大之後 跟荷包蛋長得超像的 另外這一款是珍珠水母 你如果仔細看它身上 有一顆一顆一顆 珍珠水母的散上分布小白點 下有八隻觸手 觸手怎麼感覺很可愛 然後你們仔細看 裡面那個 就是世界最小的 無賊 豬如無賊 它變色也是我野才的 道立水母補充 因為道立 其實不太需要嘴流 因為它喜歡在平緩的地方 就是陽坦著 上面那隻比較叛逆一點 對 這隻比較好動 因為它是有過動的傾向 我覺得它顏色蠻豐富的 就是說它變化很大 你看後面那一隻 後面那很像鹿角的 然後這個是圓的 然後體盤的顏色 變化度也很大 有些是有紋路 有些是沒有紋路 如果以水母來說 這一隻是 它是比較有變化性 可是那個比較沒有觀散價值 真的 它主要是它喜歡躺著 道立水母很便宜 一顆差不多70到200多 大哥有看過那個嗎 這樣應該是沒實在吧 這樣應該是沒完沒實在吧 這樣應該是沒完沒實在吧 那隻水母 很多人都說斷邊 但是它其實不太像 其實你們看到的那個頭不是頭 它真正的頭是我們一般俗稱的腳 上面才是屬於它的身體 那頭是屬於這個散盤底下 反過來的 對對對 網路上查到有人說 不宜剛艾的水母是桶水母 它們的散蓋邊緣都有一條深色的邊 桶水母體重最重35公斤 三雙體直徑最長達1公尺 桶水母對人類並不造成威脅 它的刺絲囊不會對人造成傷害 當然如果內容有誤的話 再請大神留言區幫忙糾正啦 它這樣拿著真的會掉下來 因為它太大隻了 而且它 它給人家拿頭 對啊 它拿它身體然後 越大它其實越容易掉 沒錯 由於水母內容實在太豐富 需要分到兩集來製作 下集將會告訴大家 鬼剛艾的水母身體分離後會死亡嗎 水母的毒性究竟是怎麼回事 要怎麼在家裡面飼養水母呢 好的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非常感謝我們的水母大叔川哥 還有旁邊是我們的Lazy House 場地提供者 聽說以前是說圓鋼才能夠養個活 然後後來你就自己嘗試說方鋼行不行 那現在這個就是研發出來的成果這樣子 對對對 只要系統扣運都可以養到錢 喔 那在旁邊那位呢 是大家三年不見的我們的養雞顧問雞哥 譬如說現在瘦了20公斤 那目前還單身嗎 對 單身 武冬單身嗎 非單 非單 川哥要不要推薦一下粉磚 水母大叔實驗室 那我們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啦 拜拜 我感覺都可以直接把它推進去 這真的是超級非常規抓法 他有警覺 哈囉 我是美食費很牽牽 我是Pia哥 我是志祺 我是許波 我是吳子 Hummy Video Cat 網紅館 發燒搶片14天搶先看 恰恰 獨家喜劇大片 會員無限看 Oh Fuck at me Fuck at me 要不要爛人嗎 他們 他們 好